好 各位優秀的同學 這個很高興可以看到你們啊 這個你們應該都是有一些 有想法 有夢想的青年嘛 對不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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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的回應 我們這節課就是要教大家學R語言 那我們先簡單簡介一下 就是我們整個 就是所有課程安排這樣子 首先最開始當然就是要教一些 你們基本教你們一些基本的 這個就是R語言的操作 那包括認識一下 他裡面的東西啊 那接著啊這個因為大家 就是大一 主要大一大二生為主嘛 對不對 那這個大家 就是其實R語言 他非常適合用來做一些 就是一些分析啊 或者是什麼畫圖之類的 不過因為大家就是 就是對做研究可能離你還非常遠 所以我們的這個 課程設計啊不會以這個 教你分析啊教你這個畫圖為主 我們在後面會開始教大家寫個網頁 那我們的 而並且啊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可以跟大家講這個我們 其中這個最後面的一個目標 就是想要教大家這個 寫好一個機器人一個網頁 然後讓這個 你只要讓他隨時隨地提醒你 就要說有沒有女生正在上面 正在那個PT上面真男友 這樣子 或者是啊 我覺得真男友真的不好 欸真 那個找這個女朋友真的不好玩啊 因為那個PT上面 真男友的那些女生都是超過30歲的啊 大家一定興趣不大嘛對不對 好我是還蠻有興趣的啊 不過你們應該興趣不大這樣子 那那個 所以說啊我還可以教大家說 假如說搶眼唱會門票啊 有人這個 有人這個上去賣票的時候 欸你可以馬上指導 趕快跟他買 所以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嘛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在聽演唱會的啊 沒有 沒關係啦 好 那這個 最後你們會寫出一個網頁啊 所以我就希望最後 你們大家都是可以這個 可以這個 有這個就是 有一個自己的網頁 然後可以跟別人講說 欸這是我的網頁 好不好 這樣應該 這個課程最後應該算是很有收穫嘛 對不對 好 好那我們大概這個樣子啊 那我們這個 課程講義就點開第一課就這個樣子嘛 對不對 那我們 之後的上課內容啊 都是 全部都在講義上面這樣子 包括他的程式嘛 好這個安裝 安裝的這個過程啊 就是 就是如果大家用自己的筆電的話 可以把這個東西就是用上去這樣子 好 那首先 我們先跟他解釋一下我們這個 講義的這個內容齁 我們講義的內容 只要你看到方框 就代表這個程式嘛 程式嘛就是可以直接複製貼上的 好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好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像我這邊全部複製一次 然後到RStudio RStudio你打開之後是長這個畫面對不對 剛剛大概都應該打開來了 在這個部分 在這個部分就是你可以直接打程式碼的地方 我現在貼上 按Enter 他是不是就回答我 每一個這個我的問他的問題的結果 所以基本上到這裡你就可以知道 R語言啊程式語言 你可以先把它當作一個簡單的計算機 好這到此為止大家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嘛對不對 好並且來在左上角這裡 有一個這個就是有一個這個加號這裡 加號加一個文件的這裡 點開之後Rscript 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不是出來一個像祭司本的東西對不對 我們之後寫語法的時候 我們傾向讓大家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進行開始 那如果你要貼程式語法的話 你就在這邊貼 貼上 然後在這裡 主要說我想要執行這一行 我想要執行這一行 就這樣點兩下 那他是不是就 他是不是就highlight起來了 然後在上面有個Run 好注意我按一下Run 是不是下面就跑出了這一行程式碼 再按一次Run 或者是你點這一行 點在後面 然後你按Run 他就知道要執行這一行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我們的語法基本上 都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寫 那我們首先先把螢幕還給你們 大家先開到這個畫面 然後先可以執行 這個我們的最開始的程式碼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好好看一下這些程式碼 到底有什麼 給了我們一些哪些提示好啦 就是我們要怎麼跟他這個溝通 好這個 這個 這些都是一些簡單的四則運算嗎 對不對 或者是一些指數的運算之類的 這個應該 大家應該覺得不會很陌生嗎 有沒有人不知道這個是指數 要做指數符號的 好大家應該都知道嗎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現在的下一個東西 好下一個東西 我們要學的東西是 R元裡面 驅動於 驅動我們這個 整個R元的核心叫函數 函數這個東西啊 這顧名思義就是 我給他丟一個input 他就會給我一個output 對不對 至於這個input是什麼 output是什麼 這個啊 不同函數有不同的這個 這個就是定義 那我們就是根據他的定義去使用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先三個最基本的運算函數 就來說這三個最基本的運算函數是這個 exponential 就是這個自然指數運算 我們如果現在打了exponential 我們把它貼上exponential2 然後並且把這兩樣highlight起來按下run 他是不是回答我 這個1的2次方 他是7.38 這樣可以接受 好那接著還有兩 還有一些函數叫square sqrt square root 好 square root 5 這樣他應該回到2點多嘛 對不對 2.23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應該 這應該不會太難 好log log log log10 欸結果他回到2.3 那log log 我現在要取log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指定底數多少 對不對 那我如果 我如果沒有指定的時候 他現在回傳給我的時候是什麼東西 他是不是回傳給我2.3 他其實是 這個 以自然數為底的指數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要怎麼去指定他的指數 那個底數咧 我們需要用這個函數 叫bass等於多少 來看著喔 我本來log等於 log10嘛對不對 我現在開始在函數裡面 有一個豆點 bass等於3 這樣就是以3為底的 這個 這個log運算 好那我們這邊 這邊如果講9 想當然2 他就會回到2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同樣log4 bass等於2 那他就是2 好 需要特別注意的一點是 如果我把bass等於2這個刪掉 我就按照順序這樣子 print出來 他其實也是可以print的喔 所以說這個 r語言裡面的函數 我們現在 經過這些學習之後 我們來把它寫在黑板上 它有什麼特性 好前面有一串英文字 這個是函數的名稱 接著會看到小畫號 注意喔 在r語言裡面 你只要看到小畫號 就絕對代表這是一個函數 小畫號已經被函數給用掉了 這樣可以嗎 到時候我跟大家介紹的時候 會跟大家介紹非常多 有一些符號 那個符號 在r語言裡面都有特定的意義喔 絕對其他狀況都不會用到它 就像小畫號 就是給函數用的 那函數我要怎麼使用它呢 函數的input 如果我同時有多個input 假如說像我要取log的時候 我是不是除了輸入 我要取log級以外 我還要設定它的底數 我們可以用豆點分開 那你會說 那我直接打log3的時候 我沒有指定它的底數啊 我沒有用豆點對不對 那它就會有一些default的值 那就是告訴你說 那它其實是取這個自然數 這個的底數為底數 這樣子可以嗎 好所以說 在r語言裡面 函數的定義我們大概懂了吧 對不對 好那函數怎麼寫出來的 我們後面的課程會教 我們會教大家寫出自己的函數 不過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我們這堂課啊 在前面的六節課 不會教大家超過20個函數 就是你不會感覺像你在背東西一樣 就是遇到這個situation 我就要用這個function 這樣可以嗎 但是 我們教大家的這20個函數裡面 我們幾乎可以做完任意事情 好也就是在學程式語言啊 我們其實關鍵就是 怎麼樣把不同的這個組件 把它組合成一個我們需要的功能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了吧 好 那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好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今天我們要做這個 平方 開功號 SQRT SQRT 如果我們現在沒有這個函數的時候 要怎麼做 有沒有人可以提光IDEA的 他想不到 我們剛剛不是有教指數運算嗎 所以0.54方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SQRT裡面啊 它其實就是0.54方嘛 對不對 只是說那為什麼我需要弄出一個SQRT給原用 因為 我們函數總是有非常非常多個嘛 對不對 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 開根號是 那個0.54方啊 對不對 所以說他可能就會用這個 SQRT 這個 他可能就會去Google 那他找到的就是SQRT這個函數這樣子 好大家不要覺得 不知道開根號是0.54方 覺得很好笑 好不好 這個在我第一次 在我講出這個想法之前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心中 馬上就能想到 欸 開根號其實我不需要函數嗎 我0.54方就可以了 所以說大家還是會忘記啊 好不好 好 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來繼續看下面這個部分 好那我們現在啊 這個最重要的東西來了啊 這個 我們現在可以把它當計算機用 但是啊 呃 計算機還有記憶功能對不對 R元的記憶功能在哪呢 來我們來看 這一個這一行的程式嗎 意思是什麼 來注意喔 在這個 R元裡面啊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函數 函數他就是丟給他一個input 然後他會給我一個output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來 input 然後他就會給一個output 他們 這個啊 等號 等號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等號的右邊 是一個運算的結果 這個運算不見得真的是什麼 所謂的四則運算啊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也有可能是一個函數的運算 這樣可以接受嗎 就是一個東西output 那我們把等號的左邊 是一個 假如說你可以叫它是 假如說是x 或者是y 或者是任意名稱 任意名稱都可以 但是不能是數字 必須是任意 必須要有英文 可以英文代數字 但是絕對不能夠是數字 那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把右邊的東西 存到左邊 而這個左邊這個 假設我們x等於 像現在的這個 呃你們現在看到的電腦螢幕 是x等於2乘2乘3 等號的右邊 2乘2乘3 是不是12 這是一個數字嗎 對不對 那我們用等號 把這個結果 運算結果 把它傳到左邊的 x物件裡面去 這樣聽得懂 看得懂 這一行程式的意思嗎 好 我們把等號 這個東西叫做負值 把右邊的東西 負值給左邊 好那這樣子 有什麼好處咧 我們現在run下 這行程式碼的時候 你會看到 右邊 右上角 你是不是看到一個x 然後value等於12 所以右上角 就是在記錄說 我們當下 目前 r里元裡面 總共有多少的物件存在 好那現在 x等於2乘2乘3 我們要怎麼把x 再叫回來咧 我們需要用到printx 這個函數 print又是一個函數喔 好 printx12 這樣是不是 我們就這個 我們就知道x就是12 這樣可以吧 好那 當然 如果你不想打printx 你直接打x 其實這樣也是可以的 它也是出來12 這樣可以嗎 printx這個函數 可用可不用 這樣知道嗎 所以 反正你不打的時候 它就default認為 你就是要用print 這樣可以喔 好 那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這個 如果我 存存物件之後 我 這個 這個 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把運算結果儲存起來 最重要的就是 我還要based on 這個運算結果 繼續再做運算 這個 電子計算機在按的時候 如果我們要記憶的話 就是我們暫時不用它 但是等一下 我們還要把它叫出來 繼續運算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所以說我們要怎麼用呢 我們可以直接 對這個x 給它除以4 這樣子的話 它就告訴我 喔是3 這樣可以嗎 那我現在給它 假設說 x的平方 那這樣大概就可以猜出來 答案應該是144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說 到這裡為止 有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是沒有問題吧 這裡 我就先不開放給大家練習 因為這個實在是相對太簡單了 好不好 好 但是到這裡的時候 等一下這頁結束的時候 我們會再給大家練習一下 來在這裡啊 我們再教了一個新的函數 叫c這個函數 大家要注意喔 這是我們第一個教到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函數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我們的核心函數喔 核心函數的意思就是 我不是剛剛講說 我們的前六節課 不會教大家超過20個函數 那前面剛剛我們教了 exponential log sqrt 這都不算核心函數 這一些函數 用過之後 忘記了就算 好不好 就是 我們再也不需要用它啦 這樣子 很後面很後面 也許我們還會再用它啦 好不好 但是就是沒有那麼重要 printer 這函數是完全可以省略的嘛 對不對 我有沒有打printer 意思都一樣 所以說printer 不是核心函數 我們的第一個核心函數 是c這個函數 好 c這個函數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注意函數的 這個如果我們今天要給它多個input 我們需要用豆點去分割它對不對 c這個函數 就是把我 說 把很多元素整合成一個物件 把很多元素整合成一個物件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一行 這一行是x等於12345 1豆點2豆點3豆點4豆點5 所以這個意思是什麼 我把12345這5個數整合成一個物件 並且複值給x 讓它變一個物件 讓x物件裡面有12345這5個數 我們現在要再按下run 你是不是看到x12345 我們把xprint出來看看 他是不是12345 所以現在x裡面是不是有5個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x裡面有5個數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這樣有什麼好處咧 我們可以進行一個 非常有趣的這個 一起進行的運算 就要x的三次方 這樣子 裡面的每一個數 都會一起三次方了 所以把東西整合成同一個物件 它的好處就是 我可以進行平行運算 好你可能會覺得5個數平行運算 沒有什麼意義啊 如果你有幾千幾萬個數的時候 它就會有意義了 好 但你就知道說物件的好處就是這個 當然物件不只是這個好處啦 因為物件有很多種類 這樣可以嗎 這只是最基本最基本的物件 好接著 還有 如果我今天 同時有兩個物件 一個物件 x等於12345 y等於67980 如果我打了y-x 大家可以想像答案會是多少嗎 就是按元素相減 這樣可以按元素相減 好 靠 因為我y還沒執行啊 好 y-x55645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 y-x 這樣是不是 6 4 27 32 50 有沒有 有沒有人覺得 來我們 這個東西 它看起來是不是很像 這是 裡面有五個數 這東西看起來是不是很像數學的向量 有沒有人 開始覺得這東西好像跟向量很像 欸我先看到了大家疑惑的眼神啊 好不好 好像彷彿沒有辦法獲得共鳴啊 這數學的向量就是 這個數值序列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其實會把這樣的一個物件叫做向量 x向量 y向量 這樣可以吧 好那向量的乘法 看起來怪怪的 向量的乘法是什麼東西啊 欸你們沒有聽過內積嗎 蛤 蛤 蛤 有有有聽過內積嗎 是不是 還是 曾經可能有 但是現在忘記了 這樣子 向量內積怎麼運算呢 是不是 按元素相乘之後累加起來 可以吧 向量還有外積 有影響嗎 有影響 聽過 但是怎麼算已經忘記了對不對 好沒有關係 我們在阿里原裡面怎麼 計算向量內積呢 來需要這個符號 %x% y 好它出來結果129 來 這個是不是 6加14 加27 加32 加50 答案應該是129 應該不要懷疑它啦 好不好 這個是額外的啦 這個 這個我們後面的課程用到的機會 非常非常少 幾乎沒有 應該是完全沒有用到啦 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 來做一下練習衣好不好 這個練習衣 這個給大家練習一下 我們的練習衣阿 第一個是 請你利用物件 一次列出1到10的 平方跟三次方的結果 好這應該蠻簡單的吧 我相信上課上到這裡 這個練習衣 不太可能會有人不會做 好不好 第二個 練習了 我們剛剛已經學會了 這個 %x%這個運算符號對不對 那我們額外再學一個新的這個 新的這個運算符號好了 這個叫%% %%這個運算符號怎麼做呢 覺得說 123%%% 這個 25 他告訴我23 我不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 好不好 請你 試著告訴我%% 這個運算符號是什麼 好我們現在給大家練習 大概約10分鐘左右的時間 好這一題就是小試身手啦 基本上這一節課的內容都是小試身手啦 這個 慢慢的你們就會開始發現這個 題目的難度越來越高 好不過沒有關係啦 這個 熟悉物件 列出1到10的平方跟三次方結果 我們就是要利用剛剛物件的特性嘛 我們一次可以把1到10一起把它做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來x等於12345678910 然後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x的三次方 這樣子是不是我們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或者是sqrtx 或者是x的0.5次方 這樣是不是答案是一模一樣的 好最重要的是來你看 你其實也可以用這個樣子喔 如果你的數字是有順序的 1到10 你可以打1冒號10 這樣也是1到10的意思好不好 來我們來試一下 哎呀這個sqrt我這邊居然多打了一個負號啊 這個講義上這個負號顯然是錯的啦 好不好應該是x的0.5次方這樣可以嗎 開根號是0.5次方沒有負號 好那接下來問題2的部分 基本上這一題我們只能夠觀察來發現 我們12345678910 x%%3 我們觀察出了什麼 哎他很有規律 對不對 如果你仔細想的話 你就會發現這其實就是余數啊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拿到的是余數 注意喔余數這個操作 余數這個東西 是有時候我們就會用到他喔好不好 我們先給大家劇透一下 之後練習題有可能會用好余數 好不好 有可能要大家求余數 好那這個 這個%%非常明顯 我們知道是求余數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繼續 來看一下我們後面課程的內容 好那我們現在再教大家一個定義 就是我們第一節課啊 大概大部分都在教簡單的定義啊 好我們的定義說這個 那我們來叫物件鎖影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 我們可以把12345 全部一起存到x裡面 對吧 那我們如果想要叫出他裡面的第三個數 這怎麼辦呢 我們就需要用到中括號 好 在r語言裡面 物件 名稱 後面帶一個中括號 這就是鎖影 看到中括號就一定是鎖影 跟小括號一樣 小括號在r裡面 就絕對是函數 中括號在r語言裡面 就絕對是鎖影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吧 所以這就是定義啊 那這個 這個 這個物件鎖影 我們要怎麼使用來 我們現在把y等於67980 把它全部就是貼上來一次 然後我們試著來叫出 它裡面的 第一個數 好 大家可以拆出這一行指令 打下去之後 它會回答我什麼嗎 它應該回答我6嘛 對不對 好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現在在學寫程式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個預示的能力 預示的能力就是說 今天我打了這行指令 它出來結果大概是什麼 我大概要想得出來 如果我想不出來的話 未來我非常難把很多的函數組合在一起 組合成我想要的功能 我們鐵釘 就是我們要有規劃能力 這樣知道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這個y1 那顆非常明顯 它就是6 對吧 這樣可以嗎 接著 3 5 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今天 要把第三個數跟第五個數 把它print出來的話 我們需要用到 這個y c35 欸 你會覺得非常奇怪 來 我們要把第三個數跟第五個數 把它print出來 它現在 這樣子的意思是什麼呢 它這樣的意思是 其實啊 我先產生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啊 這個 m m等於c 3 0.5 這樣意思是 這個m裡面現在就有3跟5 這兩個數字對吧 然後接著啊 我再把y 我再把它放進去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是告訴這個y 我要取end這個位置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你會說 欸那為什麼 我35的時候 我不要直接打這樣 35 我直接這樣打可不可以 好我們現在試試看 今天喔 如果你對程式語言 你有疑問說 這樣打可不可以的時候 請你不要懷疑啊 其實沒有什麼必要問人啊 你就直接打看看就好了嘛 對不對 來試試看 欸 維度數目不正確 不行 為什麼 好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中化號 畢竟就是用索引嘛 對不對 它是索引函數就是中化號 那 索引函數 所有索引都是用中化號喔 那這個物件 它的格式 我們現在只有交向量嘛 對不對 某一天我們就會交到矩陣了 對吧 那交到矩陣的時候 然後 矩陣我們不就要指定它 第幾個raw 第幾個column嗎 我們就是用逗點去分割的 所以說啊 如果你打3 逗點5 它會以為你要找一個 矩陣的索引 並且第三個raw 第五個column 所以不能這樣打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我們儲存的東西 先把它放成就是物件 也就是先把它儲存成一個物件 也就是用c這個函數 把它結合起來 注意我們的核心函數又用到了 對不對 c這個函數 這樣可以嗎 好 把它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找出第三個數 跟第五個數 它分別是90 好另外 請問一下y的第六個數是什麼 沒有這個數對不對 y總共長度就只有5啊 怎麼會有第六個數呢 所以我們現在按下run之後 它就會告訴我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數 這樣可以嗎 好 來 非常 這個 我們來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個 鎖引函數的一個特別的應用 就是啊 我們其實可以用複數 鎖引 來顯示數字以外的結果 該數字以外的結果 我們來試一下 好 好 負1 意思就是1不顯示 剩下我都要 好 那負 然後35 這樣意思就是35不要 剩下我都要 你也可以把負號打在裡面 負3 負5 好這樣也是678 我可不可以一個負3一個5啊 不可以 這樣可以吧 你要嘛就裡面全部都負 要嘛就是裡面全部都正 全部都正 就是正面表列 有負就是負面表列 這樣可以齁 好 如果今天 你的這個物件裡面啊 這個 比如說你想要把 某一個值 把它複值到 那個 物件裡面的某一個位置 你可以用鎖引函數 用這樣子的用法 主要說Y7等於35 注意Y剛剛是不是67980 它應該只有五個數字 而我們現在直接指定它第七個數字 為3乘以5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再看Y 你會發現 它的長度變為7了 但是你有沒有指定第六個數是什麼 沒有 所以我們還不知道它是什麼 它是NA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如果那個位置 原先就已經有內容了 它就會被強行覆蓋掉 我們現在在這邊打 Y3等於1 就是強迫我這個東西 變成-1 對吧 所以我們現在再看一次 它這個數字 是不是被我強迫 改為-1了 好 最後我們再來教一個 特殊的操作 我們可以 在等號的 右邊 XY12 Y1加2等於Y3 Y4乘5等於Y6 這樣我們再看一次Y 你會看到 這個數是不是前兩個數相加 這個數是不是前兩個數相乘 這樣可以嗎 還有一個 比較進階的操作是這樣子 Y6 X6等於6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再打這一行 它會出現什麼 80X80對吧 好 所以大家知道一件什麼事 在等號的右邊 我們的當下的物件 全部運算完之後 才會一起把值丟給左邊 不然的話 Y6等於Y6乘Y6 這樣子的話 那個會無限循環下去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所以在等號的右邊 會有一個暫存的狀態 它會暫時鎖住這個東西 然後把它全部運算完之後 再一起丟給左邊 這樣大家懂個意思吧 好 懂的話 我們現在就要來這個 我們現在就要來做一個練習二 這個練習二啊 這個我要請大家做一件 有點無聊的事情 你們等一下 你們之後就會發現 這個東西 有用在哪裡 就是啊 我們現在已經 可以會進行 運用物件做縮應運算 對不對 所以啊 我希望大家 欸 譬如說請你指定 兩個數字 其實只是兩個數字 第一個數字是一 第二個數字是你學號最後一碼 好不好 如果你懶得隨便的話 你就反正這個是多少都可以啦 好不好 所以請你先產生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有兩個數字 第一個數字是一 第二個數字是x 好 接著第三個數字等於前兩個數字相加 第四個數字等於前兩個數字相乘 依此類推 遇到奇數就前兩個數相加 遇到偶數就前兩個數相乘 這樣懂個意思嗎 好 請你利用鎖引來做這件事情 當然 如果你可以發現的話 你可以放在鎖引裡面 我可以放物件對不對 所以透過物件 我們可以更有效率的把這個 把這個結果說出來 好大家可以先做這題目 做完之後你可以看一下這個答案 看一下跟你想的是不是一樣 好不好 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要怎麼做啊 來這裡 標準的答案 就在這裡 那這個 標準的寫法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邏輯是什麼 大家應該大部分人都應該知道嘛 對不對 首先Y等於13 接著第三個數等於前兩個數相加 第四個數等於第二個數跟第三個數相乘 第五個數等於第三個數加 第四個數依此類推下去 最後我們看到的Y 就是我們想要的結果對吧 那比較 所有人幾乎都有做到這一步 我好像沒有看到有人 連這一步都沒做到的 那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幾乎沒有人 我有看到兩個啦 就是靠自己就想到類似於下面這種解法的 下面這種解法好處在哪裡 好處在 我其實複製貼上不用複製太多次嘛 對不對來 我們現在這一行 改到這一行 我們一開始只有寫這一行的時候 我們要往下改的時候 是不是要複製貼上 然後這裡 3-4 這個改2 這個改3 這樣我一次是不是要改三個數字 加上一個 加上一個符號 對不對 但是啊 透過物件 我們可以把 這樣的一個 程式碼 把它 把它 這樣子複製下來之後 我們是不是一次只要改 i-2 然後把這個符號改掉 甚至如果這樣一起複製的話 3-4 這樣是不是非常快 好這樣子的答案也一模一樣嘛對不對 但是速度快了非常非常多 對吧 好那這個 呃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未來啊 這個i 我們就可以讓他一步一步的 等於1的時候做一次 等於2的時候做一次 這樣子我們這一行就重複執行就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這個是 就是 這個是 就是重要的 這個回圈 未來我們要做回圈的時候 我們就要知道 我們東西要想辦法寫成這個樣子 才有辦法做回圈 這樣知道吧 因為他就是i 就是照的順序換就好了嘛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有一個同學 我覺得他做得非常好啊 他覺得他還嫌這樣複製太慢 就是 我這樣複製下來 我這樣複製下來之後 是不是我這個同時要改 這個數字 加上這個符號 是不是有點麻煩 對不對 所以啊 他想到了 這不就是一個二循環嗎 所以我們不要用 i-2 i加2這個數字 來 他用了2乘i 加1 然後這個是 2乘i -1 加上2乘i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做法有什麼好處 好不好 然後在這裡勒 2乘i加2 2乘i 2乘i 2乘i加1 2乘i加1 好這樣子的做法有什麼好處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是 我們再看一下y 他的答案是一樣的嘛 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直接複製貼上 貼上 2 3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y 他是不是完全按照我們的想法 二循環 這樣是不是要改的東西更少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吧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解法 我覺得非常好 當然我也會用 你們後面就會知道我其實是會用的 不過這個 我先跟大家講說 其實阿 你還可以再更具有 讓他更具有規律性 你把東西弄得越具有規律性 你未來要寫回圈的時候就越好寫 因為回圈就是執行同樣的動作 只是你給他一個順序 這樣你懂的意思吧 但我今天都不會教大家回圈 我們今天來到最具記憶性的部分 不是說要叫你多記幾個函數 是我們現在要開始介紹物件的種類 這個物件的種類 在阿里元裡面 我們已經講過了 等號的右邊把結果存到左邊 對吧 那左邊的這個物件 他有非常多種類啊 他可以把很多個數字儲存在一起 他可以把很多文字儲存在一起 也可以 他也可以是個矩陣 甚至可以是個列表 所以在阿里元裡面 我們總共有三個層別的 三個等級的物件類別 分別是變數正列跟列表 變數就是 我們可以把它想的向量 所以你看後面都是什麼 邏輯向量 整數向量 因子向量 數值向量 文字向量 這個向量阿 就是維度為1的 維度為1 就是它只有長度 這個 這個 information 的這個序列 它可以是邏輯值 邏輯值的觸根force 也可以是整數 因子 等一下我們再解釋 數值 有小數點了 跟文字 這樣可以吧 好那接著 正列呢 正列就是 維度為2 以上的 數值 數值 或者是文字 主 主要說像矩陣 它就是一個 維度為2的 這個 正列 維度為2的正列 主要說 一個矩陣 m乘n 正列 正列可不可以有三維 當然可以 m乘n乘k 有沒有可能有四維 當然還可以繼續下去 無線掌 正列有什麼特性 如果今天是m乘n的 矩陣的話 我的每一個colon 是不是都要等長 等長可以接受吧 如果今天m乘n乘k 他是不是就必須方方正正的 我有沒有可能允許說 主要說 我們先說矩陣好了 矩陣是不是可以允許 同時有兩個等長的向量 把它合在一起 他會成為一個m乘n的矩陣 m乘2的矩陣 這樣可以接受嗎 如果三個等長的向量 我就可以再組合成一個m乘3的矩陣 對吧 那如果三個不等長的向量 我有沒有可能組成 組合成一個矩陣 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我有什麼方式 所以正列有一個特性 他必須嚴格要求 裡面所有的東西 是一個方正 或是一個立體 立方體 這樣可以接受嗎 但是 有時候我們的數據 就是不這麼好看啊 我今天 就是要想要把 一個 我甚至想要把一個 5乘4的矩陣 它一個長度為3的向量 合在一起 這時候怎麼合勒 我們就只好使用一個東西叫列表 列表這個東西就是 我列表裡面的第一項 是一個矩陣 列表裡面的第二項 是一個向量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在這裡 我們會隨著課程內容 慢慢介紹後面的正列層 跟列表層的東西 我們這一節課 只focus在 變數層上面 好 變數層裡面總共有5個東西 分別 邏輯、整數、音質、數值、文字 我們現在來 一個一個產生出來 來看看它的效果 來 我們現在要產生 要產生一個向量的話 我們只會使用c這個函數 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核心函數組 還只有c 對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用c這個函數 來增加一些功能 好 再注意一下 我們現在又多出了兩個 核心函數組 一個核心函數組 是s.xxx 這個xxx 根據剛剛前面的 不是有logical 對吧 logical是邏輯詞 對不對 s.logical s.integr 就是整數 s.numeric 就是這個 數值 對吧 然後s.numeric 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 那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一個 核心函數組 是class class這個函數 是問阿遠 s.numeric xxx class class是問阿遠說 我們當前的這個 向量 它的 這個 屬性是什麼 好 當然 class這個函數 就不只可以用在向量 還可以用在陣列上面 好 class就是問當下這個物件的屬性是什麼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A等於C true force true force 那我現在問他classA 想當然爾 他是一個邏輯 向量對吧 可以接受嗎 我們現在按一下wrong 他告訴我 logical 可以接受吧 好 ok 那我們現在再來複製上一下 好大家覺得 b等於 c12345 我現在classb 大家覺得他應該回答我什麼 好他我們來看一下 他回到numeric 不是回到integer 對不對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嘛 這個 請問一下 12345 他可不可以表達成1.0 2.0 3.0 4.0 可以嘛對不對 所以說 他如果想要不犯錯的話 他是不是 回到numeric 絕對是沒有什麼問題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當然啦 這個其實 有牽涉到一些 記憶體的問題 這個 我們如果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好好解釋一下 什麼叫記憶體的問題 我們現在 先來強迫一下 如果今天想要把b 這個像怎樣 改成整數有沒有辦法 我們剛剛不是叫s.xx嗎對不對 所以我們叫s.integer sb1等於s.integer 然後b 然後接著我們問他classb1 他是不是就變integer了 那這個b1 我們來看一下12345 跟前面看起來完全沒有差別 對不對 好他的差別在這裡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的電腦 這個可能就是 這個很基本的這個計算機的這個原理 電腦的原理 大家應該都知道 電腦在儲存東西的時候 是用二進位的0101 去儲存 對吧 這邊有沒有人不知道的 應該都知道吧 大家看什麼電影啊 如果要表達這個 駭客非常厲害的時候 就會 電腦螢幕出現一堆0101 對不對 但你們寫程式的時候 發現一件什麼事 我們現在就在寫程式啊 沒有人這樣0101寫的啊 靠0101 看得懂那是什麼 對不對 主要不是我看不懂 是我為了要 我們比較習慣二進位還實進位啊 我們當然習慣實進位啊 那我們當然喜歡 在實進位的環境之下 打 打暈發嘛 對不對 好來 在電腦裡面啊 我們在記錄 這個數值 或者是在進行運算的時候 我們使用的都是0101 一個0101 這樣一個 一個位數 我們叫一個bit 一個bit 一個bit就是一個 要嘛就是true 要嘛就是false 好這樣可以接受嗎 一個bit就是 要嘛就是true 要嘛就是false 那這個bit啊 這個 如果我現在想要表達 0跟1 這兩個數字 其中一個數字 那當然 就是 我要嘛就是 要嘛就是true 對不對 那我現在啊 在這個電腦裡面 我跟大家講 一個整數 就是用32個bit 去儲存 一個整數就是有32個bit 這樣知道嗎 一個整數有32個bit 那這32個bit啊 它長起來是不是就是一堆0101 0101 OK這樣子 31個0101 如果 如果 它 它用32個bit去描述一個整數 所以 它的 總組合數 它能夠出現的 整數數值 的總類 是不是就只有2的32次方 梗 可以接受嗎 不可能有更多了嘛 對不對 好 所以說啊 其實電腦能夠顯示的整數的範圍 最多只有到2的31次方 到負的231次方 之間 這樣可以接受嗎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我們能夠 顯示的 電腦能夠顯示的整數範圍 其實只有這樣子喔 這樣知道吧 電腦 我們大家幾乎都知道 電腦 能夠儲存的東西叫近四值 不是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如果我們存小數點 絕對會存近四值 對吧 好 那如果是 Numeric Numeric 它的儲存格式是 64個bit 而它整數的部分 交給 前面那32個bit去存 後面小數的部分 交給 就是去表達 後面30個bit 去描述它的小數位數 所以說 這樣你就知道了 我們的小數位數 最多最多 最精細的程度 也只能夠以 2的32四方分之1為單位 它必須以這個為近四值 來去做這個處理 這樣知道嗎 當然 對我們大部分數值的運算來講 這樣的精細度 已經足夠了 2的32四方分之1喔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如果你知道這件事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 你就知道為什麼 integer跟這個 Numeric 它 在R元裡面 是兩種物件 那它一開始儲存成 這個 Numeric 它其實浪費的空間 就是 integer的兩倍 好 你現在只有五個數字 你一點感覺都不會有 好不好 那你可以想像 你只有五個數字 你花掉了 其實就算你用64 你花掉了 只有5乘以64個bit 大家知道 bit這個單位是什麼嗎 來 來大家 那個用電腦 一個file 最小最小的單位 是不是你還會看到什麼 那個 看到什麼KB 對吧 MB 你們有看過這個單位吧 KB MB GB TB 之類的 來 一個bit KB是什麼意思 聽起來就是1000個bit 對不對 那你們猜那個B是不是就是bit 欸不是 那B是什麼 你知道是什麼嗎 你怎麼會知道 那那個B是什麼 好那個B是bit 欸對 你那個B是byte 對吧 你知道B不是bit 是byte 那你知道byte是什麼嗎 K byte byte是八個bit byte是八個bit 其實很少東西是用一個bit來儲存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嗎 所以至少通常都是八個 是好歹也要有八個bit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一個八個bit等一個byte 那 接著 1KB你們也覺得是一個非常小的檔案嘛 對不對 一般來講 1MB大概也沒什麼了不起嘛 對不對 這個 KB就是1000個 1024個byte 對啊 那在1024個KB 就是1MB 對吧 在1024個MB 就是1GB 在1024個 GB就是1TB 以此類推下去 之後還有PB啊 之類有個沒的 好不過 接觸到TB就很誇張啦 好不好 各位 各位這個 各位這個 的電腦 通常也不開可能有超過10TB的音樂 對不對 幹嘛 你幹嘛笑的那麼奇怪 你有放什麼東西要放超過10TB 好吧 欸你們知不知道那個學校有那個Gmail無限 那個無限空間的信箱 你們都知道 一年級的知道嗎 還不知道 那個 應該因為有學號就可以出去了 一年級還沒有開是不是 有無限空間的Gmail信箱 好不好 努力大家使用嘛 這個也是我們努力爭取來的啊 這個 欸好這個 這個 我現在只是稍微帶到一些計算機的基本原理啦 這樣你就比較能夠理解說 為什麼他的程式語言這樣設計的 好那這樣子的話 當你了解這件事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個案例 C等於 C等於0.7-0.9 1.2-2.1 3.7 所以我就不問他的class 他的class絕對是numeric 對不對 好我先強迫他 變成整數 as integer c1 他出來的結果是 001-23 欸 效果是什麼 好像不是無條件捨去 也不是十二五入 是直接把小數點去掉 對不對 好再想想我剛剛講的話 整數怎麼存的 32個bit 小數怎麼存 numeric怎麼存 64個bit 所以他其實就是直接把 後面的32個bit給去掉了 這樣don't worry 什麼 這樣就可以了解說 這個 計算機的原理 跟我們的程式語言 就稍微有一點結合了 這樣知道吧 我們基本上就是 上課的過程中 如果有接觸到原理 我們就會跟大家講原理 這樣知道吧 好沒有必要的原理 畢竟大家也不是 電機系的學生嘛 對不對 我需要告訴你說 加法怎麼做出來的嗎 怎麼用二進位做加法 有沒有人想知道 有沒有人想知道加法器是怎麼做的 好我秀一下好了啦 你們免得讓你們覺得我什麼都不知道對不對 好來 這個 我們的加法器 在這個電腦裡面加法器就是這樣 0 1 對不對 那大家想0跟1啊 經過加法器之後 這個 這個 這邊有 這邊有0或1嗎 對不對 然後這邊有0或1 然後這個加法器啊 他最後加出來的總 這個 在電腦裡面喔 只有這個 只有那個通電 只有 邏輯門啊 就是 and 或者是or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and or 什麼 xor 什麼之類的 這些運算符號 電腦裡面 就是 我們能夠塑寄出來的電子元件 就只有這些東西 就是 連擊啊 交集啊 或什麼之類的 好 所以加法器啊 這兩個數字加出來 經過一個加法器之後 我們要 他 兩個 那個 數字 他最後出來一定是兩個bit 對不對 那這裡是一個bit 這裡一定是兩個bit 對吧 好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加法加出來 最後 這邊可能會產生哪些結果 他們會產生 00 01 10 這個對應到二進位數就是 十進位數就是 012 這樣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可以喔 看得懂我在說什麼 那在這裡 什麼時候會變成00 輸入00 輸入00 的時候 就會出現00 對不對 出現 輸入01 或是10 的時候 就會出現01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出現1 輸入11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10 對吧 我現在把10這樣寫下來 00 01 好這樣子 這樣的對照表可以看得懂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們其實怎麼當初怎麼設計電腦的呢 這一個 他跟這裡的 他跟這裡的關係是什麼 看起來就是end 對吧 所以加法 的加法其實就是這裡給end 這裡給end 那這裡呢 這一個呢 這裡是不是出現要 任一個1就出現 那這個 剩下就不要 所以這裡給的是XOR XOR就是其中一個通電我就過 剩下兩個或者就互相抵消 0個就 0個就不輸出這樣子 好 我覺得 好像 我們不太想再講原理啦 大家可能覺得 跟自己好像沒什麼關係 我也是這麼覺得啦 大家是醫學系的學生啊 對不對 好沒有關係 這個我們繼續講一下 我們認為 大家一定要學會的部分 好 好 來D等於ABCDE 這邊出現了什麼 引號對吧 引號代表是 我現在要輸入的是文字 這樣可以吧 好 D等於ABCDE 接著我按Class D 欸他告訴我是這個文字對吧 好我先問大家一下 為什麼要加引號 我說我現在打一個 欸 D等於C A B 喔靠 我是為什麼大寫打不出來 好就這樣子 完結RUN之後 他告訴我說找不到物件A 喔 你們還沒有注意到 等號的左邊是物件對吧 等號的左邊是物件對吧 那 如果今天什麼都沒打 我沒有打引號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去搜尋說 我當下有沒有這個物件 欸你們有說物件 我是不打引號的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需要有引號 去告訴RUN 說現在我還打字文字 不是物件 這樣公共的意思吧 所以RUN裡面 這個程式語言裡面 所有東西都有邏輯的 都是已經被定義好 有一些基本的定義 就像我剛剛講的小畫號大畫號 對不對 小畫號中畫號大畫號 我們還沒介紹到 然後 他可能都被分配為 然後等號 這些都是有一些 特定的邏輯存在的 這樣知道嗎 看到引號就知道 我現在打字文字 這樣知道嗎 好 那我現在把這個 D這個東西print出來 你會看到他print出來的時候 也是有引號嘛 對不對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個東西我們還沒有介紹到 叫Factor Factor這個物件啊 Factor這個物件 我們把它asFactor之後 你問他class D1 他當然就是Factor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D1長什麼樣子 你會發現 現在Factor 你看到了 A B C C B 然後並且下面有Demos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本來我是 A B C C B 這是文字 我把它改為因子之後 它的儲存格式改成了這個樣子 改成 我講的是實際上儲存的樣子喔 改成了 1 2 3 3 2 然後他告訴你 1等於A 2 等於B 3 等於C 這樣的儲存格式 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 把這個轉為這個 有什麼儲存好處呢 第一個 文字 文字我在電腦裡面 我的儲存格式 一樣是64個bit 用64個bit去儲存一個物件 並且如果今天 這裡是A B C D E還好 如果是AA BB CC CC BB 這樣子的話 AA兩個文字 就要用128個bit去儲存一個東西 所以它是耗 運算 這個 它是耗 消耗 它是非常消耗這個 就是 記憶體空間的 這樣知道嗎 那我把它換成下面這樣之後 它是不是變整數了 甚至不是整數喔 是正整數 它只有自然數 只有自然數的部分 甚至0都沒有 對吧 12345 第幾個 那我這個對照表 這個對照表 如果這個很長的時候 這個對照表一定是相對省空間的嘛 對不對 所以把文字儲存成因子 它的好處就是省空間 並且等一下我們還會發現 因子這個向量 它有非常多種有趣的用法 這個在我們之後的課程中 都會很常常圍繞是因子這個東西 好 你們現在沒有辦法 完全體會沒關係 隨著我們課程的進展 你會越來越多知道 因子這東西的用法 OK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 再做一個其他的實驗 ABC E等於C CD 這是什麼意思 把C跟D結合起來 那我們再看一下C是什麼好不好 如果我現在想要在這行程式碼裡面 指執行C 就請你指框C 按下RUN 這是一個 Numeric 對吧 數值 我們剛剛你有忘記了 D是什麼東西咧 D是文字 請問一下把數值跟文字 把它強迫用C這個函數 合在一起 你們覺得它會變什麼 數值還是文字 大概想得出來是文字吧 對不對 請問一下數值 文字A A要怎麼變數值 A沒有辦法變數字嘛 對不對 好 你就算告訴我說A 那你就付給他E好了 那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講中文 他到底是什麼 不知道 對不對 好 所以說我們把 我們把它執行 我們看E 看到了嗎 引號出來了 前面都被引號出來了 所以ClassE 這是一個 文字對吧 把不同屬性的物件結合在一起 阿語言會自動去認為說 什麼東西會比較合適一點 這樣知道吧 好 那接著 E1等於C1跟D1結合在一起 E1是什麼 C1是什麼呢 整數 對吧 C1是整數 D1是什麼 因子 大家猜把它結合到一起之後 會成為什麼 會成為因子還是整數 好 答案是會成為整數 整數 為什麼咧 因為 這個Factor 它是不是自然數 自然數 在整數裡面嘛 對不對 所以它會變成整數 所以說 那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對照表 是不是就消失了 欸我們剛剛在打 Factor的時候 它下面是不是有個Levels 什麼東西對不對 它的Levels是不是消失了 沒有錯 就是消失了 那這個沒有辦法 好不好 我們這種 我們把兩個不同屬性的東西 合併在一起 這屬於非常規操作 平常幾乎不可能會用到 這樣可以喔 好 那我們接著 再來稍微介紹一下 因子的用法 好我們再來教兩個 核心函數 欸 欸 兩個核心函數 第一個核心函數是 我們現在已經教三個核心函數了 接下來還有什麼核心函數咧 第一個是 Length Length這個函數 是問說 當下的物件長度是多少 當下的物件長度是多少 這樣可以嗎 好 還有另外一個 特別的函數 這個函數 Levels Levels這個函數 專門是否因子 欸 注意 剛剛我們不是說 我們的因子物件 是不是有個屬性 叫對照表 我們要怎麼把對照表抓出來 就需要用到Levels這個函數 這樣知道吧 那我們就可以把他的對照表弄出來 那這個 這兩個東西 有什麼重要的咧 我們現在來 產生一個因子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這個 D等於ABCCB 我們問他 class B class D 它就是文字嘛 然後接著它變成因子之後咧 我們首先先問他的長度為多少 我們把他的長度儲存到N 這個物件裡面 接著我們問他N 他就會告訴我5嘛 對不對 好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 Categories 等於Levels D1 這樣我們來看看他的輸出 是長什麼樣子 他的輸出是ABC 我是不是把 我因子物件裡面的對照表 給抓出來 可以接受嗎 好有趣的是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是一個 文字向量 對吧 文字向量 請問一下文字向量 我是不是又可以問他的長度啊 好像可以對不對 所以說 如果我先打Levels 再打Lens 我得到的這個 3 這是什麼意思 原始的因子物件裡面 總共有3個類別 總共有3種東西 對吧 這是不是一個 函數的組合 這是我們第一次接觸到 函數的組合 然後給我們不同的意義 這樣知道吧 可以接受嗎 當然 你也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注意 這個Categories 它在這裡 是不是告訴我說 它等於LevelsD1 對吧 我們可以把LevelsD1 把它直接貼到這裡來 這樣子 就是 函數裡面的函數 就是先執行最裡面的函數 再把它放到外面函數 把Input進去 現在我們的N Categories 就是一樣 答案是3 這樣可以嗎 好這樣應該可以接受吧 好我這邊定義講的差不多囉 大家開始要 大家開始要面對挑戰囉 來練習3 練習3 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大家可以試試看 前面這兩個題目 應該就是牛刀小事啦 這串數列總共有幾個數字 請你直接把這串數列 複製貼上 到R元裡面 然後直接用程式碼進行操作喔 好不好 欸你不要一個一個給我數喔 好不好 可以吧 我們用這麼多 我故意打這麼多 就是要讓你們沒辦法數 對不對 請你用程式語言 回答我的三個問題 第一個 這串數列共有幾個數字 第二個 共有幾種數字在這個物件裡 第三題 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 第三題不容易喔 第三題是 這個數列中缺少了1到20的哪些數字 好 這些題目做完了 第三題你可以不用看解答 就做出來 你就可以直接下課了 好不好 我們就到這裡 給大家10分鐘的時間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好 希望這個我們的練習題準備還可以啦 這個小小的挫折不要擠垮大家 好不好 那 大家這個 我們首先啊 這串數字 總共有幾個數字咧 這非常簡單嘛 就是 我們之前教這個Lens這個函數 就是拿來回答我們 這一串數字總長度為多少的嘛 所以這個 你只要把核心函數組記起來的話 你一定是不可能會忘記 不可能會 就是 不知道這一題要怎麼回答的 那接下來下一個 總共有幾個數字 那這個 我們就要好好利用 因子物件的巧妙之處 也就是 我們可以先把它變成Factor 之後 它就變成有一個對照表了嘛 對不對 再把它的對照表拿出來 再看看它的對照表長度為多少 所以一個 連續三個函數的組合 就可以回答我們剛剛這一個問題 總共有16個數 好 最後一個問題 問題三不容易想到喔 看著我的答案 跟著我的思路一起想 來 在我們開始看程式碼之前 我們先想 這一題要怎麼做 就算我們已經看過答案 我們還是稍微想一下 我們現在 已知 總共有1到20 總共有20的數 然後我們可以拿到什麼 我們根據剛剛 前面兩題的領導 我們應該知道一件事 其實我們是可以拿到對照表 對不對 對照表 所有人 我幾乎看到所有人 都拿到那個對照表 對不對 這個Navos Navos這個x 它等於 好 就是 它可能就是有這個 一 二 五 好 我們先來假設這邊 只有五個數好了 一到五好不好 這邊總共 它就只有一二五 那我們當然知道 用掉三更四 對不對 可是我們 我們來數一下 這個是一頂號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怎麼看 我現在有一二五 但是我要看到三更四 我要看到三更四嘛 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看到三更四 對不對 我們要怎麼看到三更四 來 這個時候 然後我們就想到 欸 我們剛剛不是有交所影盤數嗎 對不對 我們有交所影盤數 那我們想要不顯示一二五 看三更四 是不是可以利用負的所影 負的所影 對吧 負的所影 所以如果我們把這個東西變成一個東西叫y 那y 然後利用負所影 負所影 是不是我就可以找到 我把負面表列弄完之後 剩下的是不是就是我要的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負 idx 這個 idx 是不是就是要第二五 就是這個東西 但是這是文字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 idx s integrate level x 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答案就是出來了 這樣懂的意思嗎 其實什麼 跟著我的思路喔 再想一次喔 好不好 我們現在先不要看我的程式碼 雖然我跟程式碼 我想那個程式碼也是 後面的註解 是非常詳細的 再想一次 我現在 拿到level x 這個是絕對毫無問題 所有人都拿到了 對吧 那接著呢 我現在想到 把他少了什麼 他沒有什麼找出來 他沒有什麼 這件事情 你馬上要聯想到 我今天教了什麼東西 是負面表列的 沒有是負面表列的 所影負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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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 好 那我們要負面表列的所影 那我們就要把所影外面那個東西 先寫出來 總共的範圍有哪些 詞語有哪些 先唸出來 歪等於遺導 我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 我用所以 我可不可以直接用負號 不行 因為他現在是文字 他現在是文字對吧 所以我需要把他轉成整數 才有辦法用 這樣可以嗎 所以如果你 順著這個思路好好想的話 你就會把他這集是有解 這樣懂我意思嗎 而且完全 我沒有用到今天教的以外的東西 對吧 所以你看到這個厲害的地方了吧 我今天教的函數少少的 核心函數組五個 對吧 加上所以 就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做出來的東西 就非常特別了 對不對 在之後的過程裡 我們的練習題 基本上都會採取 大概 大概 可能每一兩 都會有一些簡單搭配困難的 對不對 困難的大概 一定都做出來 你可以看答案 但是 我們一定會用前面腳步的東西 把它組合出來 我們就是要訓練你組合的能力 這樣知道嗎 好 到最後 大家有沒有問題 這個課 基本上就是今天的課到這裡 好不好 好 看起來大家好像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 那大家都知道 今天我們教的大概就是 重點就是那個組合函數 這樣知道嗎 好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